哈喽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今天妙招姐来教大家两个非常实用的微信小技巧 第一个是如何快速查找和删除自己朋友圈几年前的内容 第二个是如何删除朋友圈别人的内容 下面大家就跟着妙招姐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大家在刚开始玩微信的那几年都发了很多的朋友圈 现在回头看看肯定会觉得当年发的内容很无知想删除 但如果一条条这样手动翻的话很浪费时间和精力 那其实我们只要回到微信首页 然后点一下这个最顶部的搜索框 再点一下这里的朋友圈 然后搜索你自己的微信名称 搜索出来后点击你的头像 接着点击这里的发布时间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查看某年某月发的朋友圈了 选择好年份和月份后 我们点击这里的确定 这样就能直接定位到我们想查看和删除的朋友圈了 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你要删除自己的朋友圈内容的话 直接点开它 再点击这里的删除就可以了 另外这个朋友圈搜索功能 我们还可以按时间搜索和查看好友的朋友圈内容 那很多人说我不想删除以前的朋友圈内容 但又不想让别人看到该怎么设置呢 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点击右下角的我 然后再点击最下方的设置 再点击隐私 再点击这里的允许朋友查看朋友圈的范围 在这里你可以设置别人查看我们朋友圈的时间范围 可以设置为最近半年 最近一个月和最近三天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设置好后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设置是否允许陌生人查看我们的朋友圈 关闭这个开关 陌生人就无法查看我们的朋友圈了 另外我们如果不想看某个人的朋友圈内容 只要长按它的头像 再点击设置朋友圈和视频动态权限 在这里打开这个开关 我们可以设置不让它的内容出现在我们的朋友圈里 打开上面这个开关 还可以设置不让它看我们的朋友圈内容 设置好后 我们再去刷新朋友圈就看不到它的内容了 这个方法非常适合用来屏蔽一些爱发广告和无聊信息的人 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浏览时间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朋友圈发五分钟长视频的小技巧和微信扫一扫隐藏的三个功能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后回复朋友圈长视频和微信扫一扫就能看到哦 除此之外 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400多个实用有趣省钱省电 编飞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